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坐下我們再放一張 我記得要坐下拍一張 我們坐下10秒 這個狀態 好,各位傳媒朋友 各位傳媒朋友,我是譚海邦新民主同盟 今天也很感謝蘇耀昆工程師來到 給一些專業意見 也有范國威立法會議員 也有呂文江區議員 其實新民主同盟一直都很關注 沙中線紅磡站有造假的情況 或者叫豆腐渣工程 相信無論傳媒或者議員 都收過不同消息人士的資料、相片等等 而立法會也在事務委員會 有些對答或者質詢 中科的總經理 也出席了立法會事務委員會 而我們上星期就跟一位消息人士的會面 他都給了一些相片和結構給我們 今天的目的主要想講解 我們參考了這些資料之後 我們想了一個抽查作詳的方法和方式 我們會講解一下紅磡站的結構 另外我也相信有傳媒關注 就是我看到的相片的情況 我們會講解一下 先給大家一些基本概念 這些基本概念大家了解完 才會知道我們為什麼會講這些推論 整個項目就是406米 在沙中線的紅磡站月台 基本上是分了六個大的範圍 Area A Area C 其實就是在紅磡下面 跟著Area B C1 C2 C3 大家要留意一下 在Area A和HKC 這兩個層板的層板是1米 Area B C1 C2 C3層板是3米 層板的意思就是分隔兩個月台的厚的橫向的牆 而這次造假的主要的疑似範圍是Area B C1 C2 C3 即是今天我們主要集中在這四個部分 而 據我們得到的消息 C1 C2 C3 這三個範圍總共有26000個螺絲頭 26000個螺絲頭 而整個項目分了32個倉 一會兒我和蘇工程師說的倉 意思就是每一個倉 就是不同的施工的時間階段 一個倉做好就另一個倉 好了 我們得到的消息就是 結構是這樣的 接觸位 首先大家要知道就是橫向的連續場 我用這間房做比喻就最好了 假設我們現在在紅磡站的下層的月台 現在到處漏水 到處很多裂痕 現在左右都 上面這個就是層板 上面就是另一個月台 這樣 這樣 打直的垂直牆 和打橫的層板 是有接觸位的 今次出事的就是那些接觸位 而那些接觸位大家要留意就是 螺絲頭只是上和下才有 中間是沒有的 即是你現在試想像一下 三米的連續場 碰著垂直牆那一位 是上下有螺絲手接觸著 中間是只有石屎的 而這些凹位就是筍位 即是說 當我層板接觸直向的連續場的時候 是有個入筍 即是加強結構 而下方的連續場 雖然下方的接觸位 是螺絲頭是多些的 上方就沒有那麼多 那我每邊騷擾一次 好一兩秒 對了 好 那也都 當然 蘇先生 我有講錯 你立即可以立即收整 因為今天你是最熟的 好了 參考完他給我們的資料之後 就得出這幅圖 待會大家可以隨便拍 我們自己另外畫 那麼 就 剛才我講過 有上和下部的鋼筋 接觸的螺絲頭 好了 但是這邊只有一個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 當他設計的時候 這個牆是 直接坐落了在垂直牆那裡 所以這邊只有下方的螺絲頭 我重複一次這句 這個也挺重要的 因為 這邊 其實這邊就是靠近隧道 即巴士站那邊 這邊就是靠近 那些豪宅 商場那邊 好了 那麼 垂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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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橫的層板 是有上下的鋼筋連著 而黏著的螺絲頭 就是這兩個位 這邊只有一個 一邊 沒有上面 因為這裡 直接坐落到垂直牆那裡 情形的動作就像這樣 這樣 好了 而上個星期 引述香港01 我的消息人士確認了他的報道 就是其實在垂直牆裡面 當2013年做鐵龍的時候 這些螺絲頭都有 懷疑是沒有放進去 鋼筋和螺絲頭是沒有接駁好的 所以呢 我們看到 基本上整個站有幾個弱點 垂直牆的弱點 接觸位的弱點 所以我們認為現在這個 紅磡站的結構是相當傳移 也都有長遠的安全風險 好了 好了 也都引伸到他給 即是他 各位消息人士 除了確認都 在2013年開始 廣泛流傳垂直牆 那些螺絲頭都沒有接駁好 也都給了很多相片 我看 內何 他不想讓人知道他的身正身份 我只能夠引述 我看到一幅相片是很詫異的 就是有一些接駁位的螺絲頭 直接那個鋼筋是沒有放進去那個洞裡 只是碰住那個洞 那個螺絲帽的外圍而已 我看到是有兩至三個螺絲頭的情況 那情形就類似 就是在北面的隧道是有些紅蓋 但是我看到那些是沒有紅蓋的 是的 就是碰住那個鋼筋的外圍 那我覺得雖然沒有辦法 100%肯定港鐵之後有沒有修正 或者麗頓有沒有修正 但是我們綜合了我們看到的相片 各個傳媒的報導 和中科總經理在立法會的發言 就是我們有理由相信 現時的紅磡站 是存在著結構問題 唯有破場作開 才可以分辨到真偽 就是因為大家都引述相當多的消息 和有不同的相片和不同的時期 好了也是因為這樣 我們提議 就是這個抽氧方法 我們認為抽氧5%的鋼筋和螺絲頭數量 就大約是1,300個螺絲頭 C的範圍總共是26,000 我們比較掌握到C範圍的數據 就是26,000 抽氧當中5%就是13,000 好了 但是請大家要注意一件事 就是我們是不可能抽氧個層板的上方 因為層板的上方已經在上面的月台 是有路軌鋪了 就是說我們只可以抽氧層板的下方 因為上方其實有鐵路在上面 大家試想像一下 上面已經鋪了軌 所以大家傳媒也是去過紅磡站上面的月台 看到是鋪了路軌 其實上方是抽不到樣子的 我們只能夠抽樣子下方 我們就提議是抽每個倉的中間 這樣就抽每個倉的5% 總共26,000個螺絲頭 就是大約是1,300個螺絲頭 連鋼筋 我們也都建議 是所有裂縫位都要抽的 稍後蘇先生都會講一講 裂縫位必須要抽的原因 基於以上的資料和數據 我們今天強烈建議 就是政府要求港鐵 鑿開垂直牆 以及層板的螺絲頭 抽樣檢查 和裂縫位必須鑿開 這樣才能確保整個站的安全 以及用哪種的補救措施 希望政府聽到我們的意見 因為就算屯馬線 在稍後要通車 有任何的結構安全問題 都可能導致他們 中途要停了那一站的運作 與其是這樣 我們認為是需要 盡快鑿開連續牆 以及垂直層板的接觸位 這樣才是可以水落石出的 好 交給蘇工程師 我或者補充一兩點 有哪個頭 就是講那個 倉的問題 32倉 通常我們落石市 他們都會限了 其實每一天 只能夠落1000立方米 因為可能有供應問題 也都 讀得太多石市 也都可能影響到溫度太高 就會有些裂縫出來 我們叫做Stringage 所以我們通常都會有這樣的限制 所以會切開不同的一部分 然後分開32次去落石市 來到完成整個月台 這個我們就叫做Paw 每一個落一次石市 落多少 量多少 第二樣就是講到那個 剛才解釋到那個 裂縫那件事 大家在這個北隧道那邊 都看得到 原本為什麼要打開石市呢 主要是因為那些石市那裏有裂縫出現 那裂縫出現 其實是一個因和果的關係 因為它沒有 螺絲口沒有接駁好 那裂縫成了一個弱點 形成弱點的時候 它受力之後 那個地方就會出現裂縫的了 那出現裂縫之後就漏水 那就是因為漏水 那它又要找出什麼原因漏水呢 這樣就鑿開來 就發現原來沒有接駁好 那這個就是主因 就是說它沒有接駁好 其實某程度上 那個地方就會出一個弱點在那裏 那結構就很有趣的 有弱點出現的時候 一受力 弱點那裏一定是先出裂縫的 所以就會出現裂縫 所以現在來說 我們既然要選擇一些位置 要鑿開來看它那個狀況怎麼樣的話 其實很簡單 你表面一看它 那裏出現裂縫的話 你在那裏鑿進去 都差不多百分之一百準確 那裏可能都是接駁位 就會和這個隧道那裏差不多了 那裏就是沒有鑿好 所以出現裂縫 那所以大家就可以 就是 以後你 我都希望政府能夠在這件事 開成補宮的情況下 就邀請一些傳媒下去 看著它怎麼鑿開去 那就是選一些有裂縫的位置 來鑿開去 大家就可以看到真相 我補充你論點 好 等一下我再問素三 范國威如說幾句 我先選的 立法會先後三次在大會那裏 就沙中線的工程醜聞失誤和補救措施 是做了辯論的 三次都是希望通過特權法 是成立這個調查委員會 或者是撒取文件 但是都不得要靈 但是討論是深入的 另外兩次立法會的鐵路士小組委員會 也都開了兩次會 那兩次也都是有運防局 有港鐵的工程師 也都是有中科的代表上到來的 但是我們很想說 去到這一刻為止 其實還有很多的資料 港鐵好成結分判商 禮頓就拒絕出席 都是披露出來 是不能夠讓市民大眾 讓立法會是適宜的 是釋除疑慮的 特別是沙中線接連 是有紅磡站 匯展站 土瓜環站 都是出了問題 所以現在政府只肯做 就是透過林鄭月娥特首委任的 夏靖民大法官領導的調查委員會 但是這個調查委員會 是有先天不足 因為調查的範圍 只是說這個紅磡站 而調查之後 是否真的掌握得到這個真相 從而作出適當的補救措施 這個都是誠意的 新聞主同盟 譚海邦議員和蘇工程師 在上星期透過消息人士 親眼目睹 是有另外一些有問題的情況 而我們因為這些鋼筋無扭 進入螺絲頭的情況 提出我們認為 是長遠地去處理這個安全風險 工程的問題 是希望政府是聽得到 林鄭是聽得到 從而在這個調查委員會進行的同時 連個方法學上面 都希望可以採取一個合適的處理 這個方法很明顯就是要 鑽開長壁和層板 抽查5%的鋼筋 即是高達1300個螺絲頭 才能夠是一個 合理解決問題的方法 所以今天我們在記者招道 希望政府是聽得到我們的訴求 從而採取適當的措施 好 我總結一句 接著大家可以回答時間 我們認為由夏正文去領導的調查委員會 是沒有辦法保證到日後紅磡站運作的安全 而如果未來一年有這個委員會的運作 其實屯馬線的籌備工作是繼續的話 到時政府會面對一個問題 就是夏正文法官如果到時發覺真的可能很多螺絲頭出現問題 但是屯馬線也都要開的話 那到底如何處理那個 那麼大的矛盾和缺口呢 所以我們認為最好盡快 下個月就應該抽樣 鑿開一個連續牆和層板的接觸位呢 這樣才可以盡快令到水落石出 也都令到夏正文法官的調查 是更加相得益彰和相負相成 那麼我補充一句呢 就是我們都有子女 我們都有朋友 我們是不可以留一個計時炸彈 這個紅磡站給日後所有的使用者 這個炸彈是可能幾年後爆 十年後爆 那麼如果有任何的月台的倒塌呢 死傷是數以萬計 所以作為一個負責任的政府 和負責任的交通機構港鐵呢 是必須鑿開這些連續牆和層板呢 去看一看真正違規的螺絲頭的數目 好 那可以答問時間 Quan 說了 Quan 說的 Quan 我和某個人公交通機構 上調查 Quan Quan我們也看一看 Quan 可能 Quan Quan 它影響整体和整体的整体的整体的整体 现在的最好的方法是 是去把整体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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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体 的层面和层面 so that we can know the defected corporates and to assess the current problem so to make sure when the Hong Kong station is in operation then it will be 100% safe Why should people be living your claim when you don't have any outcome? Actually we can only assess the photo but unluckily it cannot be published but our source is not the only source we have many sources and many reporters have also got so many sources and the chief executive of China Technology also provide some adequate information to support our camps and support the media's suspicion so the only way to see the reality or see the real problem is only MDR and government to crack down randomly or selectively some parts of the walls and snap and diaphragm walls 我想問一下消息有幾個可信的問題 不是說要你透露它是BOP 但是它是來自這裏 為什麼會拿到那些照片呢 還有為什麼會說服別人說那些照片 是完工之後都沒有修理好 多謝你的提問 其實呢 過往在傳媒提供的照片和我們看到的照片呢 都是沒有辦法百分百知道究竟 它是不是修正完才落石屎的 所以呢 但是既然有這麼多的傳媒去引述 這麼多的消息人士的披露 而當時人中科總經理也都在立法會做過證供呢 我們認為以防萬一 以安全為先 是最應該是將這些連續長的部分範圍去鑿開它 也都將部分的層板的螺絲頭鑿開它 抽樣檢查 到抽樣檢查得到的結果的話呢 我相信就知道誰是誰是誰非 我們現在就很擔心 就是港鐵就恃住呢 就所有政工呢 都沒有辦法百分百去指證這件事呢 而呢 投資夭夭蒙運過關 但是紅磡站將來使用者的人是一個生命 是大家的朋友 大家的子女 我們是不可能接受 在這樣的情況下 紅磡站去使用和開放的 所以我們都基於我們看到的相片 也都很確切那位消息人士呢 在現場也都憑它提供的資料呢 我們確切它是在地盤工地內拍的 那些相片 而且它是在地盤工地內呢 是看到這些情況 所以我們認為應該基於公眾利益呢 將那些消息去引述 那我們也都很希望 就是更多的消息人士呢 是可以將它們的資料去發放 但是很奈何呢 我們完全明白這些消息人士的腐放呢 就是他們任何的披露呢 因為現時香港呢 是沒有披露法 或者叫保護 保護告物者的法例 那基於這個原因呢 就是我們都要尊重這些消息人士呢 是可能未能夠呢 是將部份它們的資料披露 所以我們都是強調 香港是需要有告物法 以及叫做劉弊法 保護證人法 這樣才可以確保呢 就是將來有任何的證人 或者人士去講他們的 心目中的真相的時候呢 得到一些合理的保護 雖然透露了這個身份 但是可不可以講一下 一些什麼層級的人士呢 就是一些前線工程人員呢 還有你見到照片的時候 是一個什麼情況 你會說是貼住了 其實貼住是有一點距離 就是貼住了 還是已經是完全沒有扭入 就是那個情況是怎樣的形容 透露相關消息呢 是一些高級的人員來的 而相片是拍攝在私倉那裡的 而我見到那張相片就是部分的螺絲頭 我數到是兩顆 這個鋼筋是沒有放入螺絲帽的洞裡面 只是碰住外圍 我見完照之後是相當詫異的 究竟這個情況是不是時候有修正呢 還是這個情況是在站裡面很普遍的 我的擔心不是空月來風 大家都知道北面的月台 其實有很多螺絲帽 連蓋都沒有揭 就已經倒石屎了 這種這樣的工地文化 其實是不是蔓延在整個紅磡站呢 所以我們認為是 應該真的要抽樣作開 才能夠水落石出 才知道這些資料 相片和消息人士引述 究竟是不是真確 而我們暫時看到的資料 其實都看來都是挺真確的 雖然說上方就有個老鬼要鋪設了 但是如果只是抽下方的樣本 去檢驗的時候 其實會不會影響了這種確性 會不會影響了這種確性 它是整好然後才看的 所以在上方出現這些問題 然後沒有察覺的機會就比較少 因為它們基本上都是在 整個案都整好了 就是由上方看下去下面 基本上呢 如果這些鐵牌到150 10宗2宗 即是6寸2宗 本身是差不多成50 即是2寸的直徑的話 基本上就留在那個洞的位置 很少 也沒有什麼可能有機會 由上方去看得到下方 所以我們也有考慮 不會影響到現在已經鋪好了的路軌 各方面這樣的考慮的話 就會提議它們用下方去鋪 就會比較好一點 就是我們不否定上方都會有的 想問一下如果我們建議去鋪檢查 需時多久左右 即是鋪檢查上面沒事的話 要找回它要用多久呢 會不會延止了通車 另外就是為什麼這個公職人士 發現這些資料 要等到現在爆爆了這麼多東西才說出來 有沒有想過要說出來 你回答前 我回答後 是的 這樣吧 等一下 那個問題是 要多久 要多久 其實呢 就由5月30號到今天 都差不多兩個月時間 其實如果它要做的話 其實在下面那裡 我們大家都可能蒙在菇裡面 他可能在做在做也未定 看嚴重性是否肯不肯讓我們出來看 然後再決定 都未定 不過我這個估計而已 如果它真的要做的話 其實它要蒙開的位置不是很多的 如果是6米你只能鑽三百步 那你就鑽上去 那基本上你都是說 如果是6米來計算 你除了200米 那這裡是說十幾艙的東西 那其實兩三個月左右都應該可以做完 而且那個圖畫就應該很清晰了 你最主要是找到出來的現狀怎麼樣 其實補救也都可以很快去做得到的 那現在問題是做與不做的問題 其實那個時間我想都不會阻得太過厲害 首先就是我不肯定那位消息人士 在之前有沒有提供過相片或者消息給任何一個傳媒的 我接觸那位人士其實都見到的情況是有好幾年 而他可能都會關心整個紅磡站的結構安全 或者我們都不可以說所有工程或者紅磡站的人 都是有參與豆腐渣或者他是覺得 隻眼開隻眼閉的 我們仍然相信有一些工程人員 是願意守他的專業的範疇或者規章的 所以我們都知道這位消息人士 希望多些人知道現在的狀況 那這方面沒有透露 這方面沒有透露 如果他將這些資料提交給這個調查委員會 另外可不可以請這個工程師 講一講 其實現在這個問題最嚴重的效果 你回答 嚴重的效果 現在基本上我們讀結構應該都會認識一件事 但是我們要講 就是要講一個接構 要講一個麥克風 要講一個麥克風 當這個結構呢 他形成了三個Hence John的話 這個結構就會有倒塌的 現在來說 如果你兩邊連接連錄場那裡 如果你是有這樣的情況出現 那基本上他有機會在這些地方 就會出現一個我們叫Hence John 即是一些教的接合 而如果連連那個連續場 本身都是有些地方沒有連接的話 那他在這裡都形成了一個弱點 有機會也都在這個場 沒有連接的位置 因為基本上那些鐵都應該是在同一個坪水 是連接的 即是有些那些螺絲頭來連接的 那如果都是同一個位置的話 變成在一個牆身 兩邊牆身 如果都有一些這樣的情況出現的話 那兩邊牆都會有機會出現一個教的連接 那當這裡 如果你加上月台那兩個 在一個牆身那裡可能 刺濫一邊出現一個的話 你已經是有三個的這個教連接 那如果在結構上來講 他已經是一個會隨時倒塌的一個結構 那問題是這個教的結構 會什麼時候形成 和怎樣形成呢 我們就不知道了 那要去到某一個程度 當他受力之後 去到一個情況 令到他本身的連接 那些不足的地方 慢慢軟化 變成了我們叫做 fatigue 這樣的時候 有機會出現一些教結構的時候 出現到有三個的時候 那月台就危險了 我回答一個問題 其實呢 最終現在暫時這一刻 就是由夏政民領導的調查委員會 去調查整件事 所以其實 究竟我位消息人士 或者傳媒接觸到的消息人士 會不會可以發表到意見 提供到證供呢 其實很視乎 那個調查委員會 究竟涵蓋的人數 職級和層面的 那我的建議呢 就是 就是為了調查真相呢 其實 就是 那個法官的作工 或者證供去找一些 就是目擊人士呢 應該是 找得越多越好 包覽越多越好的 那我相信如果基於這個原則呢 我那位消息人士呢 是會被傳召去 就是調查委員會的 那 而我要再次重申 就是 大家 要知道 調查委員會 只能夠調查的原因 但是沒有辦法解決 當下 面對洪磡站的風險 和安全問題的 因為當調查完結呢 我們很擔心 到時屯馬線已經準備開放 或者通車 那所以現在目前 這幾個月 最合適的做法 就是 港府要求港鐵 抽樣 鑿開這個連續牆 和這個層板 這樣才可以確保到 就是安全 和用哪種的補救措施 現在那個反對聲音 就是鑿開牆 抽樣的反對聲音 大致是兩個 就是會議破壞結構 或者是科學這樣 驗證到那個安全 可以怎樣回應 基本上呢 你鑿開石屎呢 就 然後去檢查那個 螺絲頭 對那個本身 整個結構 不會影響是太大的 除非它是真的沒有連接的 那個影響才是大的 通常我們很多時候 比如石屎呢 你鑿開之後 你再補 就是可以修補 就是可以修補 填上石屎 下去 用一些膠水 塗上一些膠水 塗上一些膠水 再補上石屎 其實就是 不會影響到那個 本身的結構的問題 我補充 我們抽樣的比例和數量 亦都是有考慮過這個因素 一方面是希望 這個抽樣是可以達到合理的 數學上的股選 另一方面就是 盡量不影響它的結構 那我想問一下 現在夏靖民的調查委員會 你現在想去作場 那其實你是否質疑 那個現在調查委員會的功能 好 我先說 你們可以補充 其實因為 夏靖民的調查委員會 是需要可能 一年或以上的時間 去傳召證人 和作出一個可靠的報告 還要等她交給特首林鄭月娥 再看看她的下一步行動 那是剛剛的 和屯馬線將會開啟的時間 或者通車的時間 是相撞的 那這個問題就大了 那到時如果 調查委員發覺 可能真的有數以千計 或者正如坊間所述 是五千顆螺絲頭 是沒有接駁的話 那到時是 那個處理是怎樣呢 可能屯馬線已經通車了 那到時作不作開呢 那所以我想 為了避免這個矛盾 和這個發生呢 我覺得最佳的狀況呢 就是 作開連續場和屯馬 是和調查委員會 相負相成 如果 作開的話 就知道比例呢 那其實是 同時間會輔助到 夏靖民法官的調查 因為 夏靖民法官的調查 是調查的原因 但是我們更加關心的就是 紅磡站的安全 那現在只能夠靠 秋仰作開連續場和屯馬 才可以確保安全 我認為政府是責務犯態 必須要做這件事 以免留下一個呢 計時炸彈給未來的鐵路 和那個站的使用者 我快補充一句 大家我想都會記得 南亞那個海難那個 那個報告 大家如果上網看的時候 就會看到那個報告裡面 很多黑線在這裡 就是重要的就是遮住了 不讓你看 那到今天來講呢 我們大家都是 雖然夏靖民法官 去領導一個小組去調查的 但是我們大家 到今天來講 全香港所有的人 都不知道真相 那會不會這個 也是同樣的一個處理方法呢 就是 到時他做完之後 就把所有重要的東西查完 那我們大家都一樣 是不知道真相 這個才是最關鍵的地方 特首委任夏靖民大法官 領導的調查委員會的目的 或者調查範圍 只是集中在紅磡站 而我們和市民大眾傳媒 就是過去親以目睹掌握的資料 是工程失誤連連醜聞是不斷爆 持續地 而且不是只集中在一個站 紅磡站是 匯展站有 土瓜環站 而港鐵是去到立法會 都是會用嚴重安全隱患 去形容這些結構性的問題 我們都看得很清楚 在立法會的多次的辯論 鐵路時小組委員會 探究質詢的過程 是理解得到 現在是個監管制度的崩潰 港鐵政府的路政署 路政署之下的鐵路發展科 都沒有好好履行到監管的責任 所以我們是憂慮夏正文大法官領導 這個調查委員會 只是看這個紅磡站 是不能夠全面掌握得到真相 是有缺失的 是先天性的缺失 是結構性的缺陷來的 這個調查委員會 掌握不到真相 這樣就去到一個我們最關注的 最重要的問題了 就是公眾安全的問題 而我們認為現在港鐵提出來的 承載壓力的測試 並不能夠去回應得到我們的憂慮 這個承載力的測試 可能是一時三刻的測試裡面去過關 但是如果我們和傳媒朋友掌握得到這些鋼筋舞連接 沒有扭進去螺絲舞這些問題 涉及到長遠的安全隱患的話 這些計時炸彈可能在幾年之後才爆出來的話 那就是可大可小了 涉及到人命安全了 所以我們為什麼要透過開記招 有告密者給我們的資料 第一時間去披露 還要提出我們認為能夠處理得到調查方法 調查方法的規模 是給港鐵、給政府去參考的 就是這個原因 是公眾安全 這個是最重要 最重要我們關注的問題 Mr. So can you explain to us Why cracking open the walls to check the couplets and the steel bars will actually be better than the MTR's loading test and why wouldn't it actually apply the structure then? 現在其實在鏡頭是關注了 現在是可以解決的 現在的巨大會沒有感受到處理解 而不可能會發生的工程 因此會有可能會發生的工程 因為它的工程度會發生的工程 因為它們不會發生的工程 直到這個工程會發生的工程 因為它們會發生了工程 而在這個工程會發生的工程 however, when the platform is fully loaded, at that moment the debt will cause the collapse of the platform 如果有人窗口 封面铁 到硬梯 封面铁 碗壁 你能看到它的硬梯 碗壁 你能看到它的硬梯 碗壁 用整个硬梯 碗壁 用來设定的方式 要看得到 整个硬梯 这个硬梯 碗壁 优优独播剧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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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